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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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艺术家在琪 然后我今天要讲的是行为艺术用艺术普及化 2021年的初夏 有一个22岁的小女孩在北京流浪 和主要多数的人还不一样 她穿着蓝色绒的运动装 还有漂亮亮的小皮鞋 看起来像明月一样优雅 她疲惫的脸上画了精致的妆 头发有点像乌鸦的羽毛一样整洁 她有巨大的钻戒和爱马仕国金包 即使真假难辨 可了她会去喝拍卖会提供给藏家的酒 当她饿了 会去在头等舱休息室吃面包 夜晚她困极了 会陷入高档酒店大堂的沙发里 她睡醒之后 会在酒店街人房的浴室沐浴 裹着浴袍想用冰水 她在这个城市流浪21天 没有花一分钱 也不需要赚钱 所以她有很长的时间用来思考 她保持着低耗能的状态 有一天她站在机场的中央 旁边熙熙攘攘的人群 穿过她周围的空气 她也推着行李车 假扭成一名体面的顾客 但是她哪里都会需要去 她没有方向 她只是需要观察 这个世界 探索这个世界 这是她的修行日记 5月11日 我在宜家 要买监理 我办公了一天 5月20日 我竟然独占了一亩地的高级酒店大堂 我只是用来睡觉 我拥有支配他们只是一瞬间 但是连续的瞬间就是永恒 我还可以拥有和支配其他的生育物资 在这个理论下 我不过百年的短暂一生 在安定的社会上 将永远拥有住所 我瞬间拥有和70年的房屋产权 甚至历代会覆灭的王朝 并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我是一个一届毕业生 所以我把这个作品拍下来 毕业取名叫瞬间所有制 和其他毕业生一样 慌忙的拥挤的 参加了周二美日学院 2021年的毕业展 在这21天里 我偶尔发了点内容 然后6月的时候 接受了几家媒体的采访 很快啊 这个迷人的故事被媒体挖掘 9月份我登上热搜榜第一 在数百家国内外主流媒体的报导之后 被营销耗大量的转载 我有了知名度和影响力 仅仅出道做之后 我从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变成了签约画廊的艺术家 前所未有的搜索料 让我几乎是同一时期 国内最知名的青年艺术家 可是 什么是行为艺术 行为艺术的定义是什么 它的范围是什么 起源于何处 其实都不重要 当我把作品放在网络上 观众们很迅速地就接受了 知识行为艺术 并且开始讨论起来 观看 消费 享受这个艺术 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太好了 如果我能推动艺术普及画 那真是太好了 当当艺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越来越难让人看懂了 为什么在布条上滑口子是艺术 为什么把香蕉贴在墙上是艺术 这个日本老太太的波点 为什么是艺术 很遗憾 其实看懂艺术是有一点门槛的 在略读美术史之后 想解说她们其实并不是很难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从行为艺术来看 艺术会变得更加适口 比如说这个日本老太太 《草间迷生》 她在1962年的作品 《Walking Peace》 其实是很容易看懂的 一个穿着和服的日本女人 在纽约的街头 见寻见远 她开始很孤独 表达了作者的思想之情 确实很直观 大众女性在白人社会的困境 然后她还有另一个很著名的作品 叫做《华尔街的解剖爆炸》 她贴满了那个波点 然后她说我要烧毁华尔街 我要用裸体的自己和波点抹杀华尔街的男人 她说华尔街的男人必须要成为渔夫和农民 华尔街的男人必须要停止这些愚蠢的虚伪的生意 很明显她是在反对资本主义 反对战争 那我们保留以上的感受 我们再看她的难关 在她从小就患有继承疾病 对于她来说 原点就是她眼里世界的构成 我们也可以感受到 原点就是她的语言 她的工具 她表达艺术的材料 也就是她作为这个世界不合群的凸起 那我们一下就能看懂了 为什么她要用原点来画南瓜 当代的美术馆 会经常用一种白立方空间来展示艺术 也就是这种蓝色墙面背景 其实这种白盒子的空间 是让观众我们会更加聚焦于作品本身 而不是这个空间 是相对于十八十九世纪的时候 像我们的布公之类的 会呃呃呃呈现一种白花丹的展成逻辑 墙面和天然画板 画满了画甚至会铺到地上 这是一种更为简洁的 保豪斯美学的做法 美术馆从原有的阶级 扩充了更多的受众 所以我把我的作品 发在网络上的时候 我的社交媒体就是我的小小美术馆 在这里我高效地把作品呈现在网络上给大家观看 同样我在创作过程中媒体也来报道我 我再一次被讨论 作品被广大人民群众一次又一次地观看 以网络为载体的展示方式 似乎是从这种白盒子的再度进化 因为它毕竟是固定的 也没有生命力 需要空间和时间的成本 而互联网上 我的作品甚至不限制观看人数 时代改变了艺术品的观看方式 2022年多个主流艺术平台开设了艺术区 开始关注艺术院校的毕业季 鼓励青年艺术家在网络上发布作品 而这种方式最早可以追踪2014年 年轻的艺术家阿玛利亚·乌尔曼 在Instagram上面开始了一个作品 卓越与完美 她创作了一个不存在的女孩 她会拍摄很多硬死风的照片 比如说少女在闺房的内衣照 然后她会发一个坏女人的照片 整容过渡 吸食为尽药物 甚至会发在各个酒店的一些 过渡路夫的性感照片 她打造了一个乡村女孩 还误入了纸醉精迷大的都市 陷入歧途和困境的故事 一段时间之后 她要从所谓的颓废中清醒 然后改过自新 发鸡套文学 她做瑜伽 然后做剑神残 再次得到了 乌尔曼上的所谓认可 她通过175张手机照片 打造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女孩 而这个所谓的女网红 在网络上吸引了15万粉丝 此时 艺术似乎以另一种方式 被互联网上的观众消费 而这种消费 让主流艺术圈的一部分权利 转移到人民群众手里 人民群众可以票选 他们喜欢的当代艺术家 2022年 我在泰子成都的会场上 宣布了我要做重金求母 我以日薪三千元的价格 雇佣了七个妈妈 我的妈妈在这一日里 必须要爱我 并且做到完美 一开始我只想填补我内心的缺失 并且有到24岁 这是我妈妈生我的年龄 我开始反思母爱和母质的问题 完美的母爱 真的存在吗 母爱是可以用钱买来的吗 爱是可以用物质来等价交换的吗 所以我想过来妈妈爱我 我过了四位妈妈 第一位妈妈是贫困的小女孩 她在19岁 但是有一个三岁的女儿 从她接触过后 我直面了贫困女孩 被剥削的命运之路 这是一个以爱为名的剥削 而第二位妈妈 是极度包容我的女性一出家 在她的面前 我可以裸铁 可以穿得很性感的泳衣 我可以做我自己 我甚至可以说出动物界的真相 我对她说 妈妈其实我并不亏欠你 在我的要求之下 妈妈给予了她全部的母爱 对我来说是一口带着别人铁温的母乳 但是 她的的确确喂饱了我 第三个妈妈让我看到 未来我自己的可能性 一直以来我再找很像我的朋友 第三个妈妈她很像我 但是要强于我 她会直接告诉我 我的人生应该怎么做 也会对我的人生做一些预言 我的第四个妈妈来自于母系氏族 我像是来到桃花园一般 发觉 原来母系氏族是这样子的 男女平等的社会原来是这样子的 这极大的鼓舞了我和广大女性 创造更平等 更美好未来的决心 明天我可能会遇到我的第五位妈妈 她会是什么样子 她会爱我吗 我的确买来了母爱 似乎母职的神圣性突然就消解了 母亲是什么样子的可能性 也在不断地扩大 在和第二个妈妈相处之后 整整一百天我都没有焦虑 似乎我解救了我自己 我的精神力量急速地成长 与每个妈妈相处之后 我都有天堂无地腹的变化 我似乎并不需要困在 母爱缺失的不幸里 于是我写下我的感受 完全记录整个创作过程 并且发布在网络上 互联网上我的观众看我的作品 在评论区发表共鸣 每天也有很多人在他们自媒体平台 写下对我作品的感受 我会在搜索我自己的名字的时候看到 这对于我来说是很开心的事情 好像我的作品并不是我一个人作品 它是我的作品 媒体的报道 还有其他观众的感受的总和 精英教育是我们国家的教育特征 我们学习着同样基本及核心的知识 在我看来 这是中国当代艺术普及化的根基 具有优越性的意义 我们本来就可以轻易地看懂艺术 享受艺术和创造艺术 我的观众不仅局限于 传统艺术从业者和传统艺术爱好者 这是我的二人之处 但是我在我的用户画像中也看到了 我的观众更多来源于一二仙城市 那工厂的工人喜欢什么样的艺术家 基层的农民喜欢什么样的当代艺术家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核不实肉迷的问题 同样全民精英教育的苏联工人更加热爱艺术 他们会把享受艺术当成一个正经式 而为更多人创造艺术 这是对于我来说更大的梦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